260、大公報4萬噸兩棲攻擊艦遼開建 2015年7月14日要問A10 大公報信 據東方網報導,自從中國海軍的071型船澳登陸艦 以及首首航母遼寧艦服役以後 中國何時開工建造兩棲攻擊艦就一直是媒體關注的熱點 近年,中國在海外的防務展上 也曾多次展示過外貿型的兩棲攻擊艦模型 而不久前外媒關於法國可能把兩首為俄羅斯建造的 西北風級兩棲攻擊艦轉售給中國的傳聞 更是把關於中國兩棲攻擊艦發展的討論推向了一個高潮 近日,國內之名《軍事論壇》發布一組 據稱為國產075型大型兩棲攻擊艦的模型照片 從中可看到,該型兩棲攻擊艦採用直通甲板設計 具有四個直升機起降點,一台升降機 在機庫下環設置有巨大的護艙 可以搭載一定數量的國產氣電船 專家分析,該型兩棲攻擊艦未配置攻擊性武器 表明其對海,反潛攻擊任務主要由編隊掩護艦艦擔當 分析還認為,從中國海軍的需求以及中國已經裝備了2萬噸級的 2071型船奧登陸艦來看,未來國產兩棲攻擊艦的噸位 應該在4萬噸級左右,主要任務將是兩棲登陸作戰 此外,網絡曝光的這組圖片上的模型製作得非常精細 設計上也更為深入具體,這說明該型兩棲攻擊艦已經設計定型 有可能已經開工建造,並將很快出現在中國造船廠的船台上